何鸿燊去世之后 女儿何超琼成为了接班人 虽然说何有龙也十分出色 而且还是儿子 但是何超琼真的是太出色了 所以他成为接班人也是众望所归 何超琼在不久之前 刚刚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其实他也不再年轻了 李嘉诚工作到了90岁 李肇基工作到了91岁 吕志和还在91岁 还在工作 不过女性的经历肯定不及男性 何鸿燊自己也是在88岁 重病之后才离开工作岗位的 乐观来说何超琼还可以工作20年 那么20年之后 谁将成为何超琼的接班人 从年纪跟能力上看 目前最接近这个位置的 就是何有君了 能够竞争这个位置的人其实不多 虽然说何鸿燊家族的第三代 还有第二代里面 年轻的弟弟妹妹都不少 但是真正有实力去问鼎 何超琼接班人的人选 真的少之又少 二方自己第三代也有三人 分别是何超凤的两个女儿 跟何游龙的一个女儿 不过目前他们要么太小 还看不出能力 要么就是贪图享乐 毫无能力 大房的第三代里面 有何嘉文这样出色的人选 不过大房目前已经边缘化了 另外何嘉文在家族的地位 还有对于家族的生意也不熟悉 所以他也是肯定 不会成为接班人的 三房跟四房的第三代还太小了 二十年之后还不是他们的天下 至少需要四十年之后 三房跟四房的第二代里面 何游启跟何游亨的能力一般 何超云没有做生意的意思 何超连还没想法 但是能力就摆在这里了 何超营现在忙于结婚生子 而且他的性格上缺陷太大 接班何超琼还远着呢 看起来何游君是可塑性最强的一个 他有能力有决心 而且还生了何鸿燊的第一个孙子 可以说在家族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 您就会发现何超琼真正的接班人不是他 而是刚刚宣布考入清华的何超新 其实从何超新考入清华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出 未来以后何超琼的接班人是何超新了 何超新这次从全球五千多个学者里面 成功申请到了苏世民奖学金 即将在明年进入清华大学 苏世民学院读书 这个苏世民学院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其实它跟一般的清华学院不一样 它是美国黑市集团创始人苏世民成立的 苏世民其实是一个外国人来的 不过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苏世民为何跟清华合作成立这样一个学院呢 其实这个学院确实跟一般的学院不一样 来的人也是全球各地的豪门弟子 这个学院是申请加上面试的 最后能够进入的大部分也是豪门子弟 其中不少都是美国华尔街的犹太富豪子弟 泰国首富谢国民家族的孙子谢成润 也曾经在这里读书 其实中国现在经济快速发展 这些金融巨鳄们就希望自己的后代都可以了解中国 于是就让他们到中国读书 因此苏世民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说白了何超新进入这里就是为了积攒人脉 为将来在商界发展铺垫的 另外何超穷现在是非常看重内地的市场 何鸿山家族也不断在增加内地的投入 于是何超新也必须回到内地来读书 更加去了解内地 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过去几年何超新每年暑假都到内地来实习 现在何超新的人脉已经不容小觑 他跟姚思维 袁久儿等人关系都非常好 这些人都是豪门千金 未来都非常有可能继承家业 那么未来这就是一个庞大的人脉资源圈 不久之前很多人都在猜测 何超新会不会进入娱乐圈 何超新不是何超乙 他的梦想肯定是成为何超穷 而不是成为何超乙 其实从何超新选择回到清华读书就知道了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人脉 另外一方面也是将给何超穷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何超新虽然年纪小但是绝不简单 何超新从小就获得了何鸿山跟梁安琪非常好的培养 何超新13岁就去英国读书 成绩一直非常好 何超新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十门功课都是A 何超新后来成功考入了美国麻省理工 这就说明了何超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何友军也是麻省理工毕业的 何超新也是麻省毕业的 可以说在智商上面两个人是平分秋色 不过在情商上面 何超新显然比哥哥高了很多 何友军早早就娶了西梦瑶 显然草率了一些 要知道西梦瑶真的不太适合何友军 何超新平时做人做事就可以看出 他的情商非常高 当年梁安琪跟何超穷争夺家产 梁安琪就曾经派出何超新 何超新当时跟着母亲去了潜水湾大宅 把父亲从二房的府邸接出来 何超新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已经懂得帮助母亲 处理这些家族事情 何超新17岁的时候 梁安琪就花了13亿 买了四栋物业 交给了何超新去打理 何超新现在也是一个小小的包租婆了 一年收租过千万了 何超新今年才21岁 她的未来一定是无限可期 所以这样的是 这个小女孩自己有很高的志气 如果未来 她可以获得何超穷的亲自调教 那么何超新 绝对是可以倾出于蓝而胜于蓝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何超营嫁新奇隆 何超新混迹大陆富二代圈子 四代布局是否溢在内地 最近一群富二代们的聚会 又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他们同在北美留学 同是明星 同是二代们 于是就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虽然学校不同 年龄不同 可同在美国留学 于是会经常聚会 经常结伴而行 毕竟支持资源与家世 这都是以后的人脉 经常一起聚会的富二代女生 何超新 姚安娜 袁九儿 他们三个是很好的闺蜜 还有陈凯歌的长子 以及何超永的老公 辛吉隆 同样是那个圈子的 何超新在赌王去世后 首次参加他们的聚会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 何超营也宣布净肥成功 准备营业了 而西莫瑶也准备付出了 如此巧合 这个时间很妙啊 看瑟泰的四个子女 何又军娶了西莫瑶 在内地创业 以后会经常与西莫瑶合体捞金 大概率的会活动在内地 毕竟从求婚开始 就宣传了瑟泰的商业 商下长子 瑟泰接手采访说 不管以后他们定居香港 还是内地 他都支持 还说自己会跟过去 从何又军最近的活动来看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内地 而何超营 嫁给的是辛吉隆 哈尔滨之光 一个内地的学霸 嫁豪门不可能的何超营 只能退而求其次 嫁给辛吉隆 选一个优质的潜力股 辛吉隆现在还未毕业 如果毕业之后 根据他的发展 应该也会在内地 还没毕业的辛吉隆 碰上了比自己大八岁的何超营 还未毕业去结婚 是敢在赌王离世前 结婚生子 好分得一笔遗产 再说何超营 富二代总会混圈子 而何超营除了喜欢跟明星和网红玩 他的富二代朋友们 也是尤安娜他们 这类内地的超级富二代 他与香港豪门的二代们 交往不是很多 看他硬死的互动 也是与这些内地富二代们 交往甚密 除了二儿子何游亨 长时间在香港 与香港TVB的小明星 传传绯闻 其余三个子女 都在朝内地这边发展 看四太梁安琪的布局 他也想让何超新 和何游君往内地发展 做有名气的二代 像王思聪一样 在娱乐圈边缘 也自家生意造势 毕竟在内地承认他们 赌王思泰的身份 觉得他们是豪门 有豪门滤镜 可在香港 不过是述出 真正的豪门不认 香港人也未必看得起 而赌王离开以后 一向高调的思泰一家 还会像以前一样风光吗 看历史上 测试太高调的结局 还有帝王宠妾灭妻的结局都不好 在赌王灾事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都看不上思泰 觉得太过高调 向赌王过寿臣 三泰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外事 收敛光芒 在二房后面 而思泰直接高调地把二房甩在后面 在香港豪门来看 好像小人得志的样子 如今赌王离开 很多人想看思泰的像话 而思泰也应该多少明白 于是想走内地路线 孩子们借着豪门的光芒 加上思泰一贯高调作风 在内地重塑赌王在世时 四泰的风光得意 他们的光芒 毕竟内地没有敌数有别的意识 还会觉得他们是豪门 虽然是述出 不过大家看好四泰一家吗 毕竟三房 二房有能力 三房低调 而这四房一家似乎高调 却能力欠缺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